告诉你一个顶级养生的方法 认知低的请胆计划走 我担心你切不住 底篇文章被下架五次 我发现越是让人健康的东西 越容易遭到封杀 越是让人颓匪伤害身体的东西 越容易受到推崇 最后上传一次 大家且看且珍惜 继续分享新拿神体系列 人类顶级保养精华20条 或者天涯迎客 一 人类最顶级的保养 不是健身运动 也不是各种保养品 而是少吃 借色 多睡觉 二 关注当家 只是眼前饭 只喝眼前水 只做眼前事 只看眼前人 忘记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本就一回事 福墨长云无火 既无大喜 又无大悲 人间极乐 三 具有旁观者意识 以局外人的心态 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 就能避免纠结与窘迫 或是自己与世界的旁观者 这是顶级的内功心法 四 顿胆力 加平比例 等于人生无敌 我要去窥探别人的生活 也不要去揣测别人的想法 更不要现在过去忧虑未来 任何引起你内好的人和事 多想一下都没必要 把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 在生死名利中守住本心 在世俗目光里 信不前行 意思是说 关我屁事加关你屁事 等于岁月尽好 因为顶级的能力是评比例 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 多看一眼 都是你的不对 五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很多事情并不是只有努力了 就一定会有结果 其中掺攒了很多复杂的因素 差一点都不行 所以看看一点 不必强求自己什么都要做到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主愿以偿 也不是所有的事情 自己都能做到 六 保持这三种心态 一 没人在意我 二 我可以不用那么完美 三 一切问题都有解法 七 不和任何人情绪对立 只做观察者 淡定自若地看别人表演 我可以配合你 我可以无视你 这姿态凌驾于任何技巧之上 看那些人抱怨 猜疑 跳脚 你只需泡你的茶 八 一切只需相为求作 很多失误的原因 都是由于自身的匮乏 比如得不到的爱 儿童时期 你唯一养仗的人 只有父母 但这不是成年人的自我状态 成年人的自我状态下 你能何必去计划 考虑决定和行动 遇到的问题 就想着去解决 开始去开导自己 开始去了很多地方 开始主动与人打招呼 开始清除掉不必要的东西 开始自己去做出每一个决定 开始为每一个决定 听尽全力 九 魅合稳定 换句话说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 专注自身 尊重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魅合稳定的人 一般目标感很强 或者足够平静 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 做很多事情 也就更加高效和完善 十 永远不抱怨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把这件事 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怨念 转变成这件事 是为了教诲我什么的绝技 当你换个角度看世界 你会发现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你刷到这里了 请点赞收藏好 后面的内容更加精彩 十一 不要去回应你的大道 只需看到我在紧张 我在生气 我要去回应大脑 不要去分析为什么 然后抽离出来 以主导者的姿态旁观情绪 教你的大脑乖一点 别闹了呀 别故意引起我的注意了 好好的吧 然后投入到一件事情中 这种方法 可以对抗90%的焦虑 这是我亲则有效的 十二 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要你担心 别人会怎么看你 他们就能奴役你 只有你再也不从自身之外 寻求肯定 那你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十三 释怀 让过去都过去 过去的你已经烟消云散 现在的你是崭新的灵魂 如果过度在意过去的痕迹 就是在浪费现在 请放下过去 对一切好的坏的都释怀 十四 身为直接让问题消失 越酸牛角尖越痛苦 维度越高 问题越小 道德经理的一句话 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反者 道之动 意思是 道同时往正翻两个方向运动 永远在对立转化的过程中 只要提升维度 用到的视角看待一切 问题无需解决 就不存在了 十五 减少精神内耗 森田疗法治疗焦虑症的核心是 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 这八个字应用在减少精神内耗上 一样有效 无论你现在的情绪和内经冲突 有多强烈 都有它去 也就是顺其自然 你任何试图 直接解决精神内耗的想法和行为 都是 在给情绪卫生能量 让它变得更加强吧 被情绪无为 把注意力和经理 透露到你该做的事情少 你才能减少精神美好 十六 晒太阳很重要 抱抱大树 树林越大越好 抬头看天 感受大自然气息 不入身体 十七 情绪稳定 是最简单直接的养生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 百分之九十的疾病 都与不良情绪有关 中医也说 目伤肝 喜伤心 丝伤皮 忧伤肺 恐伤肾 情绪不稳定 再昂贵的护肤品 无法挽救你的体肤 再昂贵的营养品 也无法挽救你的健康 十八 告诉你们 一些有用的冷真实 一 一做担心的事情 百分之九十六不会发生 而三十秒的拥抱 就可以缓解三分之一的压力 三 每周锻炼两次以上 就能将因定死亡的概率 减少百分之二十三 四 每天读书六分钟 就能减轻百分之六十八的压力 五 运动二十分钟 就能提高百分之二十的记忆力 十九 拥有强大的常备和随时随地入睡的能力 这两个本领简直无敌 二十 允许一切事情发生的心态 高手永远相信人性就是恶的 所以他们不害怕人性险恶 这个社会上层的那些人 永远相信的都是天道和规律 他相信人友善的一面 但也有恶的一面 只不过是看 你把一个人放在哪种环境中 去激发他的哪一 10 11